感谢神让我们每天来思想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来看以福所书第四章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祂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担忧在原文就是难过痛苦悲叹 我们所行的如果与属神的性情相违背 那么主的圣灵他会担忧 因为圣灵他也是有位格的 他有感受他会为我们担忧 那这种担忧呢 在于敏锐自己内心景况的人 其实是会感受到的 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使得我们心中察觉到不对劲 觉得有不平安 那么保罗他说到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 他是接续着言语的这件事情后面说的 那就表示会让圣灵担忧的 不仅仅是我们的行为 还包含我们的言语 好比当我们自己说了一些不适当的话 或是在言语的表面当中没有什么 但是在里面其实隐藏着恶意 隐藏着生命的污秽 别人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挑出你语言当中的问题 但是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 这就是因我们所说的话 让圣灵担忧 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他就会提醒我们 这也是一种蒙圣灵光照的一个现象 而我们蒙圣灵光照 而感受到了圣灵的担忧 我们其实就面临一个选择 我们要回应圣灵的担忧 而有所改变悔改 还是我们打算不听 如果我们不听的话 在一时之间 我们在里面会产生内在的冲突 会有一种忧伤的感觉 这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功效 但是如果我们持续的不听 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像 这个被烙印灌了的一样 渐渐的就感受不到 体察不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提醒 这是我们要留意的 那么再来我们要认识 我们是受了印记 这个印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有讲到 它是包含归属的保证 以及内容的保证 简而言之 就是我们需要知道 自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乎基督 属乎神的 行事为人 就应当与所蒙的恩相称 并且晓得 我们是领受了做完全人的呼召 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就是确保我们能够向着 这个完全人的目标前进 保罗在菲利比书三章十二节这边说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那么十三节又告诉我们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 凡是完全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世上存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这一整段经文就让我们了解 那么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是会提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要追求完全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追求完全的心 那么上帝就会透过圣灵来指示引导我们 那今天的经文后面讲到 等候得属的日子来到 那这个得属的日子呢 普遍呢 就是把它认知为主再来的日子 属神的百姓 能够得着属灵的身体 那一般呢 也认为这是救恩 完整的成就 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状态 那关于人离世后的状态呢 至今有许多的讨论 那么甚至于不同的神学家 牧者对于同样一段经文 他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然而按照圣灵的教导 我们可以比较明确的知道几件事 首先我们知道属主的人离世之后 会进入乐园 而这个乐园是一个暂时的状态 那么之后属主的人 他会先于世人面对审判 他按着他所说的话 按着所行的事 按着生命呈现的样貌 按着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恩惠 我们会得着不同状态的结果 或得着赏赐 或在黑暗中哀哭怯耻 那么甚至于有被觉苏说 我不认识你们 以这作恶的人离我去吧 我们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么有荣耀生命的人 他会得着如同基督耶稣一样 荣耀的复活的身体 而生命败坏的人 他会落入永远的刑罚当中 那至于离世之后呢 到底什么先什么后 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那我们其实需要保留一些的空间 首先我们要了解 进入永恒之后的时间概念 与地上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我们的神 他既然存在于一个超越 我们现在的时间空间的一个状态当中 所以进入到永恒之后呢 我们的感受我们可以知道 他还是有先后的感觉 但是就时间上来说 却不是一个不能够循环 或者是不能够回到我们所谓的过去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 如果太执着于说 我们这个死后呢 就先怎么样 然后后怎么样 其实这个意义并不大 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 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 我们相信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我们也期待圣灵能够启示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明白这个永恒 但是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在今生 我们就预偿天恩的滋味 也就是知道在永恒当中 我们的生命状态是如何 与主同在 是何等的喜乐跟平安 我们再也没有眼泪 再也没有忧伤 心中充满了力量 有从神来智慧的荣光 来与我们相呼应 那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我们在地上如果能够先感受 先体会 那我们就期待我们进入到永恒当中 这样的状态呢 能够更加的丰盛 更加的荣耀 更加真实的与主同在 那至于进入到永恒当中 到底要经历什么样的过程 我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世界 他有属神的律 但是这个律 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的例外 那我们就不应当认为在永恒里面 就是只有这个答案 就所有的人都会这样 因为其实如果永恒是比三维空间 三度空间更加的丰盛跟广大的话 那么神的国度也有许多的地方 那圣经没有向我们揭示 就是神向我们隐藏的奥秘 圣经向我们揭示的 就是我们按着我们要得着永恒荣耀的 这个目标我们所需要知道的 圣经已经完全的 完整的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我们就能够存着一个谦卑的心 那么去预备 去思想我们所需要预备的 那么有一些其实我们去想也没有太大的益处的事情 我们就不一定需要落入到太多的争论里面 那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对于永恒 有从神而来 那神向我们启示 让我们明白的智慧 祝大家有美好一天 愿主与每位同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